要用的腿 都不能虚 只是重心没有给他 可是力量是在的 所有的虚腿 你白河亮翅这个腿 这个是虚虚腿 为什么脚跟要起来 你试试看 脚跟起来跟放 跟放下去是有什么差别 对吗 你提着脚跟提着 这个力量是提住了 所以白河亮翅的 白河亮翅是一开 这个力量是踢当 这条腿是要踢阴的 踢当的 所以把这个力量提住 只是拳里面不练出来 可是力量在 力量在那边 按腿 或者因为它是虚 虚腿 虚腿这个力量在这里 这个腿一提 甲的这个腿就上来 也是一样 所以虚的腿都不能虚 虚中有实 虚里面都要有实 所以实实的 就是虚的 实的变虚 实的变虚就不容易了 就要公 就我常讲的实腿要能动 实腿要能动 实腿要能动 实腿 这条腿是实腿 一般我们实腿要动 都是要走到虚腿去 把它变虚了 它才能动 实腿要虚 我的重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我的这个腿一样能动 我的重心在这里 我一样动 是不是 我的这个腿在这边 一样动 重心不用转移 那么 我的重心在这边 是不是 我重心在这边 一般 一般走是要变虚 才能动 它是实 可是实里面要有虚 一样动 这个腿我一样拿走 这个腿我重心不用移动 是不是 我的变化 实的变化 实要可以变化 实不可以变成死的 实变成死的 你不能变 就没有用了 懂得吗 以前我师父常讲 老实人是什么人 老实人 又是没有用的人 不知变 变通 就是没有用的人 所以你实了 不能变成没有 不能变化 我一条腿在这边站着 实的 怎么打 怎么打都不动 实了 你能不能动 你要可以动 所以他就是这么麻烦 去里面要有回 回里要有去 实里面要有虚 虚里面要有实 往上要有下的力量 往下要有上的力量 往右要有往左的力量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阴阳要同时存在 阴阳要同时存在 它才能成立 所以不阴不生 独阳不长 它们一定要同时存在 阴才有力量 阳才有力量 阳里面没有阴它没力量 阴里面没有阳也没力量 这个拳就是在玩 就是在玩这些东西 所以你每一个招式 去揣摩这些东西的时候 太多了 因为同样一个动作里面 因为同样一个动作里面 有开壳有上下有左右 这些东西全都在 你把它都做出来 就有棚 就有棚 知道了吗 是不是 这个就是棚 棚是什么 棚就是有前有后 才能产生棚 有上有下 是不是 有左右 有内有外 才有棚 有上没下 就没有棚啊 就扁啊 所以玩出来这个东西 你自然有棚 自然有棚啊 要不要懂 这样子头脑也会比较薄一点 我现在是往左还往右啊 我现在是往左 我现在是往上还往下 我现在是往左 好